电影有电影的语言,绘画有绘画的语言 那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头在进行着创造 那么这里头只是语言不同 但它要说到一种真实的话 其实都是一种作家或者作者的一个世界观的呈现 它对人生,对世界,对艺术的看法 那么它通过各自的语言来传达 传达出来的世界观是很相通的 只要是一个好的艺术家和好的电影导演 或者是好的作家,他们都是很相通的 只是语言方式不同而已 形式上的电影里可以看到我的后脑勺 可是在绘画里我没画过我的后脑勺 那么有诗意地传达一种景物 我觉得这都是令我这种被拍摄者都感动的部分 侯孝贤是令我尊重的一个人 我认为无论给他多少战役都不为过 因为他确实为东方人打开了一扇美学的大门 他不仅在电影方面打开了这道门 他也会启发其他行业的人如何去看待生活 《塔尔可夫斯基》这部电影叫《安德烈·罗布料夫》 永远忘不掉的就是这部电影 我觉得他用语言来讲他就是灰红 他的很多场景像《德拉克拉瓦》的绘画 《安卜多瓦》的电影我也是喜欢这个人 他有一种非常荒诞的色彩语言冲入到电影里去 我想这个影展它是需要像一本书一样需要阅读的 静下心来看看别人的人生 想想自己的人生